我們來逛藥妝店 有那麼多產品要試 其實就只能試在手上 那到底有沒有效啊 擦手上有沒有效果 我的答案是沒效 因為那麼短的時間 你怎麼能夠知道它擦在你的臉上的感覺 你只能感受到說質地 質地你喜不喜歡 有一點啊 或是清爽一點啊 頂多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測效果的話 我給大家的建議是 因為既然來到藥妝店 或是因為這個 比較便宜嘛 對 比較不貴嘛 所以我以前到藥妝店 我的經驗都是說 如果我有興趣的產品 或是我看到這個隱藏版推薦 因為便宜嘛 全部都買 像這種大包大包的密膜抽取式啊 一大包 也不知道有沒有在密封 這樣可能有密封啦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 效果上或是什麼 其實這個牌子路路路我有買過 我在日本的那個藥妝店 好像五百五十塊就買到了 那就是一百多塊台幣等於數 一百五十多塊台幣 然後四十片像 你看四十片的話一百五 這樣一片多少錢 那我數學很爛 三塊 三塊 那我有用過這個產品 其實我覺得保濕度還可以 但是呢要小心一點就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開放式 就是說你每天抽一張 對 每天抽一張 空氣會進去 細菌也會跑進去 對 所以呢它裡面 為了預防你用到一半呢 它可能細菌就這樣子跑進去了 所以它可能會加比較多的防腐劑 對 那如果它防腐劑加的比較少的話 也有可能 那它就會告訴你 它一定會用一個密封袋 對 感覺有夾鏈帶的感覺 所以你每天就是一定要這個鏈子要夾 可是你也很難預保說 因為我們不是洗手洗得很乾淨 完全消毒拿進去的 我們的手指也就有很多細菌 所以我只能這樣講 這種東西 偶爾敷敷可以 就是一片面膜可以做到 洗臉化妝水吧 洗臉化妝水保濕下地 就是保濕隔離霜的意思 白天只要敷完就可以出門 防曬就可以出門 然後還有晚上版的 晚上版更完整 化妝水乳液美容液染磨面膜 一次稿子 這三次太神奇了 對 而且又口味又多 草莓 然後呢 橘子 然後奇異果 紅石柳 酪梨 然後面膜呢 前面的成分只有水 就洗臉 一點點的甘油 一點點的酒精 然後後面就是防腐劑了 但是我看它的成分我覺得 它不可能達到一次就 洗臉化妝水 然後隔離霜加保濕這樣的效果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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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